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搭起來 今天邀請了六位 曾經跟史玄 擦肩而過的明星 歡迎六位 你們好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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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玄 李宗盛 歡迎他也可以玩 打電子遊戲一下 請問史玄先生 你在幹嘛 我要他們跟我擦身而過 所以你面具拿下來 就沒有威脅力了 確定嗎 就拿下來長得一樣耶 面小二嘛 真的 好醜的感覺 怎麼辦 妳這個造型好好看喔 是嗎 好時髦喔 但是說真的 我每次覺得我畫白都特別好看 很帥耶 謝謝 妳為什麼沒有跟史玄擦肩而過 其實有過耶 什麼時候 我之前坐飛機的時候 太好了 那我們歡迎六位明星嗎 不要... 好... 不想出來講 史玄 李宗盛 史玄的誰 大家看起來都很好啊 不像會是我們遭遇的樣子啊 Junior可能是曾經喝到酒精重度 沒有... 這個...這個很好... 你現在戲劇圈很大咖嗎 也沒有... 一哥耶 恭喜... 對 了不起耶 怎麼覺得你整個臉都開了 真的假的 你現在走進化妝室的時候 所有的晚輩都要站起來嗎 不會啦... 不會啦... 因為你前一陣子有一種 很衰的感覺 現在那感覺已經在... 對 種變形 現在有帥的感覺了 謝謝... 因為那個楊子儀說 她不想再主持外景 她想要開始往戲劇界發展 那是我媽說的啦 我媽說就是因為 我媽自己有長照症 然後每一次我出外景的時候 她都很緊張 然後我也不太敢讓她看到 我要拍攝的內容 因為其實滿危險的 然後只要我一出外景 對... 你不要透露出來 你媽媽就是... 對 所以你現在有接到戲劇嗎 有 我們這次一起... 她就入圍 妳也入圍 對 那就OK啦 所以就是希望 我媽是希望說如果 可以拍戲的話 就不要再這麼危險了 國超兄好久沒有光臨了 歡迎 是...第一次來... 今天因為第一次要來上這個節目 緊張到一夜之間 頭髮都白了 你這個是造型 No...這原本的頭髮 但是昨天才變白了 緊張 怎麼會白得這麼均勻 白得很好看耶 真的嗎 謝謝... 少年白了 我是家族遺傳 你沒有來過嗎 我第一頭一招來 你確定嗎 我確定 你先請坐吧 旁邊是男神跟女神 旁邊那個Hero祖雄是新的男神 男神 然後他已經沒有辦法 不穿緊身衣來上去 我也是太緊張了 緊張到那肌肉長出來 他之前來是因為 我們要測試男明星的肌肉 所以他穿運動服還情有可原 今天最急我不知道他穿這個幹嘛 從健身房趕過來 因為像我老公一直很想要練 真正的健身 就是練出真正的肌肉 所以你可以當阿倫 私人健身教練嗎 可以啊 Great 你的意思是你也可以去嗎 還是什麼 有點害羞的感覺 那你就自己報名 不要拖累你先生啊 他們都站... 他們都站了 我做得好快 這樣講 大家請坐吧 謝謝大家才國超公主 有一點...有一點不平衡 可同... 可同是新一代的女神 可是她也是一個很... 過著健康生活的人 對... 國超公主應該自己... 你有製作過節目吧 製作啊 製作到沒有 但是今天在座各位都是好像 行腳類節目的主持人嘛 那我可以說是算是十足了 不過話說是三十年前的 周末派開始講起 周末派有行腳嗎 有 它有很多外景啊 小燕姐的節目嘛 然後你去了哪裡 去了就介紹台灣一些... 一些風俗啊 什麼一些主題啊 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 嘗試外景主持人 我今天回想了一下 是在周末派的時候 那你三十年後看 大家在介紹的地點 還是差不多嗎 當然改變很多啦 對不對 消失了的是... 消失的是... 你不用講了 你才知道嗎 可是當時你出外景的時候 不需要嘗試太危險的東西吧 對 那時候 倒沒什麼危險的啦 沒有什麼上山下海 那麼危險的地方 也不用吃怪東西什麼的 那時候還不流行整人節目 是 今天講的事情 不少人是開車的時候出狀況 開車的時候 好像有一位的哥哥是賽車手 對...我的哥 所以我爸爸跟我哥都是賽車手 所以你真的專業比賽的嗎 對 專業比賽的 帥耶... 對 然後成績好嗎 還不錯 對 那我哥其實他也拿過 就是國內的冠軍 改裝房子 對 所以他經常在公路的時候 有時候會突然暴衝 就是要接近比賽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 忍不住是不是 對 當作是練習 但是你知道那個賽道的彎道 是有一點斜度的 傾斜度 但是公路上一般公路是沒有的 所以就有一次他在開車的時候 就是過彎 然後剛好旁邊就是大水溝 然後就整台車子 摔到水溝裡面去 然後馬來西亞是右駕 那我坐在左邊 就剛好是往我那方向砸下去 車內是你跟你哥而已嗎 還有我媽在我後面 郭姆還好 他在你媽還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 我那時候其實有跟他發脾氣 太過自信吧 對...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們那個運動員 有時候是太過自信 尤其對於你熟悉的那個運動 你就會很有自信 可是你跟媽媽都沒事吧 就是當下摔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失去意識 所以他在加快速度的時候 為什麼不阻止他 其實有耶 我們都有一次跟他說開慢一點 你們有在尖叫嗎 其實因為我爸也是賽著手 所以我們從小就習慣... 我們習慣那個速度 只是說我哥開車其實 我們還是會不放心 但是我爸開車我們其實還蠻好 所以媽媽在後座 不可以就叫他慢下來 因為我媽在跟我爸約會的時候 我爸也是這個...也是這樣子 也是這樣子的 對 那媽媽也是爬出來的嗎 沒有 媽媽是暈倒了 我是我把我媽抱出來的 那哥哥呢 我哥在旁邊思考 為什麼那個彎他轉不過 還思考 還轉過去 然後車子有爆炸嗎 沒有 不過那車就報銷了 國超兄的方向盤失控是... 這個是...這個方向盤失控 是後面的事情 那今天我們講的主題 不是說跟生死一瞬間的事情嗎 所以我說人啊 真的不要鐵齒 咱們中國習俗不是說 男孩子逢酒都不好嗎 對 那我在29歲那年 我們有明星棒球隊 現在也有 可是那時候剛成立沒多久 大家正在很瘋狂的時候 然後那天我們有個賽事 我們贏了 然後就慶功宴 慶功宴完以後 跟那幾個老頭子都是喝高粱的 就跟他們... 我們笑了 那就跟他們喝高粱 那幾個老頭子是指... 碰國啊 點點... 那些 還有一些贊助商等等 後來我就喝多了 喝醉了 教練呢 看我喝醉了 郭超 你喝多了耶 這樣子好不好 你不要開車 你這個樣子狀況不要開車 我載你回去好了 那時候我住在木柵的萬方社區 OK 就有點半山腰了 他就送...我印象中 他把我送到了家裡面 家門口喔 還停好了 車停在格子裡面 他說郭超到了 那我就先走了 不... 你這邊不好叫計程車了 這樣子 我就送你到三下就好了 好不好 送到大馬路邊 你再叫車 OK 謝謝你送我回來 好吧 因此我就送他下去萬方路上 在萬方路上 我看到他上了車 我就Return U-turn 然後我就回家 萬方路在當時呢 是剛蓋好一條路 路很大 但是路燈還沒亮 還在建設當中 回想起來知道 什麼叫做撞擊啊 我這輩子沒有經過過 這麼大的撞擊 在行進間忽然砰一個這樣子 一砰的時候 人就從駕駛座 彈到了副駕駛座 就是0.1秒 就彈到副駕座 然後呢 我就看車子這樣 冒煙...冒煙 我說不行 這樣車子會爆炸 我是撞到東西 但是我還不知道我撞到什麼 莫名其妙 動不了 怎麼動都動不了就對了 因為車身已經扁了 車身已經扁了 門也打不開 窗戶也動不了 都沒辦法動 我說好吧 這車一定要爆炸 好 我在... 當時還是個年輕偶像 我就說要死 要死好看 他當是個年輕偶像嗎 是年輕在失了 我想我就有點...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再研究 好 送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看到我就說 一檢查就說我是骨骨頸斷掉 所謂的骨骨頸就是 這是大腿 這是胸腔 這個地方 這個叫骨骨頸 就是支撐你人... 重量最利... 最重要兩根骨頭那個地方 他說你這個撞擊 這邊斷掉的話 等於是從石層樓跳下來 你才有可能斷這個地方 那是最...應該是最堅固的地方 所以可見你是開非常快吧 應該是滿快 但是他問我速度 我真的不知道 OK 一個月過去 兩個月過去 第三個月 吃喝拉撒都在病床 那你拿著幾次 然後你講一下想說 那你在醫院的哪個部分方向 哪會死空 李國超一當年 卻乘到小梅子風沙 你先看新的演員們 會嚴厲的批評嗎 批評我們不能說是批評啦 但是我覺得 尤其我們這一代受的疫苗 我相信小孩子也很清楚 我們禮貌是... 我跟妳說什麼 我跟妳說什麼 畢業的證明還在那裡 我說看他好厲害 錯了你這句話 以後做得來我們節目 出院的第三天 我廚羅拐廠開那個車 好開心喔 買台新車開... 又在我第一次出事同一個地方 附近... 我過那個隧道之後呢 那是一條雙向道 左邊是住宅 右邊就是山壁 那個擋土牆 我開得好好的 忽然我的方向盤 帶我的手90度 太恐怖了 鞋門啊 鞋門 我自己知道說這不對 這要嘛機械故障或是怎麼樣 絕對不是人為疏失 所以你之後再開車都沒事了吧 我也改變我的開車習慣了 我也不可能去酒駕了 可是他應該還是會惹到 不少女孩吧 不敢...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呢 這個不只騎車要戴安全帽 開車最好也戴 請問三十年前車子 應該有配備安全 氣囊 我那個時候出社會的時候 還好有氣囊 有氣囊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綁安全帶 那一刹那時間是氣囊救了我 所以你為什麼覺得 自己是年輕的偶像啊 問題就有點...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說真的... 不... 我們那一代我們這一期的藝人啊 其實... 你那一期有誰啊 有陶宗華啊 一份孫鵬 小康 你也是演喜劇出身吧 其實我們演員不能挑 但是喜劇我比較轉場 在當時啦 我是...我是幾度夕陽紅 我是瓊瑤出身的 對 你又演過瓊瑤的戲 我第一部戲是幾度夕陽紅 然後煙雨萌萌 載水一方 點點點... 可是你跟誰搭配瓊瑤的戲 瓊瑤的戲 劉雪華演我媽媽 高峰演我爸爸 然後趙永信演我姐姐 就是男女主角都長大 然後他們就... 還有剩下幾集就演他們的小孩 對...那時候只有三台嘛 所以收視率是肯定高的 對...我現在想起來你有成績 對 那是我第一部戲 對 還要訪問我嗎 我以為我太佔時間了吧 因為你難得來 總是要讓大家回味一下 你的光輝的事跡 是... 所以你現在看... 你現在看新的演員們會... 會嚴厲的批評嗎 批評我們不能說是批評啦 但是我覺得 尤其我們這一代受的疫苗 我相信小孩子也很清楚 我們禮貌很重 我跟妳不同 那是不同的 我是看球遊戲長大耶 小孩子可能沒有印象 但是小孩子剛出道 還是在國光的時候 我們一起演過戲 我是讀華鋼 華鋼 對 對不起 華鋼 你就跟人家同拍演出過 沒有... 還說我印象是舉光日吧 還是什麼 妳跟妳姐姐一塊 你們還在念書 我們還快吃午飯 還聊一下天 我說你們...畢業也沒 說你們還在念書 我說看好你們兩個不錯 所以有一段時間了 妳跟富菲菲也同台過 妳跟國超也同台過 妳到底菲菲有多高啊 妳不會跟梅蘭鳳一起唱過戲 沒有... 太誇張了 我又不會唱戲 像那個時候小孩子看到我們 超哥 你好 國超你好 我覺得這受了一個禮貌嘛 那現在的年輕的孩子 我覺得這方面他好像比較不懂 會...我覺得會有一個落差 有人不跟你打招呼嗎 有 我碰過 今天來現場每一個人 都有跟你打招呼嗎 有... 我比較晚進了 來不及 這我先道歉 我只是說 這只是一個基本禮貌 一個倫理 祖雄應該不認識國超哥吧 他剛剛一坐下來 就先跟我打招呼 他是外來的人 他很多人都不認識啊 我只覺得這是應該一個傳承 因為現在年輕人 有... 有... 剛剛一進來我就... 我要... 可同爬西馬拉雅山休克 西馬拉雅山是妳自己 決定要去的啊 對 可是我沒有休克啊 我又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個媒體爆出來說 就是會...那裡很危險 會容易休克 因為會有高山症的問題 可是應該上去前 就有行前準備吧 有 妳是約誰去從事這種活動啊 是我的男朋友約我去的 對 因為這樣... 為什麼是跟我們一起 打到那麼中心點 不是 因為一個女人 誰沒事會約姐妹 都會喜歡西馬拉雅山的 可是我們有一群人 一群喜歡運動的人一起去的 所以妳現在已經有男友了 對... 怎麼可能沒有 這麼漂亮 她有一陣子沒有耶 然後在康熙 看一個文人 對啊 因為她... 我記得她當時很愛講她 香港的事情什麼的 沿路有一直在心裡偷罵她 拉妳來爬這個山嗎 不會 對 因為我覺得這是好... 人生好難得的經驗 我覺得從這次旅行之後回來 我就有改變一個人的感覺 因為那邊的生活品質很差 然後風景真的很漂亮 所以回來之後會連開水 水這樣一直流 都會覺得好浪費 要趕快關起來 然後連蓬頭這樣洗澡 都會覺得天啊 這也...台灣蓬頭 可以這樣一直沖一直沖 好幸福 對... 就是會改變你的想法 對 那在山上的時候 沒有沖水馬桶 要自己沖完要這樣去清它的 然後住的品質也都很差 所以我覺得... 我要講很辛苦的地方是在於 所以洗連蓬頭是一個人洗嗎 一定要自己一個人 我去那邊三四天還可以洗一次澡 我們是不是在台灣耶 在台灣 自己洗啊 一起洗比較節省啊 省水 也吃喔 對啊 泡澡的話一定要一起泡吧 不然一個人泡太浪費 家裡沒有浴缸啦 家裡沒有浴缸嗎 他家呢 他家... 好啦 下次跟他講一下 你會不會覺得 一起經歷過西馬拉雅山 然後沒有死 就覺得應該要嫁給這個人 去過西馬拉雅山的人 並沒有死很多啊 你不能講一下 你現在就要一起經歷這些 那是回饑的那種 就不是說有那種種吊橋 然後男女就特別會激發 那個災子的那個情緒 有 我覺得 就是十幾天都沒有吵架 而且最醜最醜一面 都被對方看到了 然後就會覺得 如果你還娶別人 這樣會不會有點不應該 所以你們有要結婚了 還沒有啊 就是還要再看看 妳現在講這大話 萬一她娶別人呢 真的 就在這邊指揮她 可是我不太懂 萬一頭暈的是妳 然後妳往下走的話 妳男友會陪妳下山嗎 其實我這一路去 我一直走是最慢的 然後她一直在後面陪我 然後其他人都滿厲害 所以他們都可以走很前面 然後我覺得她就是陪我 然後又我就是 因為真的很缺氧 所以會一直這樣有點 晃來晃去的 然後她只要看我稍微 要這樣晃一下 她就會扶我 然後我還會兇她 因為會覺得 我沒事...妳不要扶我 妳不要扶我這樣 就還是想要自己走 所以我覺得她滿好 就是一路都一直陪我 對 應該更要接吻吧 男友可以給她一些氣啊 男友自己就會羞肯啊 沒有恩愛的感覺 因為只是覺得... 對 因為我連喝個水 都會好喘... 去年年底認識的 今年已經快到年底了 所以這嫂子已經招往一年了 對啊 還沒一年啦 我們知道現在才知道了吧 對啊 搞什麼 我中間沒有來啊 要不然我來坐下 我就馬上說 對... 妳有...妳有...妳有... 妳有在路上沒有空來康熙是吧 不是啦 妳有跟記者講 妳有男朋友了嗎 有 因為我有在路上被拍到 所以就講了 OK 有後悔找了一個愛運動的男友嗎 妳是特地要找運動的男友 因為我只是跑步而已 我不知道爬山要準備很多東西 而且爬山很多都不漂亮耶 然後他每個... 就是只要買東西 每個週末都帶我去那個登山用品 設一直選購東西 我想說為什麼要買這... 我不想買這... 這鞋子很醜 這褲子很醜 我覺得有一點覺得有點太誇張了 妳只是想要單純的 跑馬拉松是不是 就是還是想要漂亮 而且爬山不能露出身體的部分 不知道穿很多 有沒有 整個包起來 還該選一個游泳的人對不對 我可以帶妳去衝浪嗎 好像有男朋友 女男也是爬山的人喔 對 就喜歡運動的人 只剩運動 是什麼意志力支撐妳要完成啊 就覺得我都上來 我怎麼可以往後走 妳有覺得說下去 會被他喬不起嗎 我覺得就是因為那時候還剛在一起 沒多久 然後就是沒有辦法化妝 也不能夠洗乾... 連洗乾淨自己都沒有 每天都很臭 都不想要男朋友靠近我 因為太臭了 嘴巴 頭髮都很髒 然後其實因為我不能好好上廁所 所以我整條路上都在放屁 因為我們在山上一直吃豆子 所以就會一直放屁 然後我就說 妳可以不要在我附近嗎 妳可不可以走往我前面 他說他又不放心 我自己走在後面 所以他一直跟在我後面 所以我就覺得一直在吻我的屁 她已經缺氧了 然後又一直吸不進去 所以有防出聲音來之類的嗎 對 我想多多少少也有吧 李嘉宇腰力抑鬱床人 鬼門關前走一招 我這其實是自己 在飯店裡面發生的事情 妳住在石樓 對 我高中是住一早班的 去巴西 但因為我那天就是自己身體不舒服 所以我自己人在房間裡面 然後我就跪著靠著他 所以我靠不到10秒鐘 那程度就... 一開始這樣90度這樣滑出去 而且我是跪著的 然後我想說 我差點掉下去耶 然後結果好險 因為我那時候 我在小時候可能是舞蹈 所以我壓力還不錯 妳要壓缸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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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很甜蜜的事情 他在那個三角下 一個最大的城市 這三千多公尺的那個地方 買了一個假花 然後他一直一路藏...藏到 我們最上面那裡 把那個花送給我 好貼心喔 對啊 然後那個花很... 好啦 不要講太多了啦 是求婚的意思嗎 沒有...沒有求婚的意思 是一個假花 所以是花有特別的意義嗎 是因為他以前都沒有跟我說過 他愛我 然後他在山頂... 然後他給我說 我就一直哭... 可以結婚啊 因為他達到一個要求的資格 就可以登到那個山頂 所以他決定愛他了 這是一個側焉 對...是一個門檻 不好意思 所以立刻... 然後他應該立刻就永吻吧 就一直哭 然後就一直說 就是謝謝你啊 我爬那麼慢 你還是陪我上來 對啊 然後他花一送 對不起喔 你怎麼知道你男友 是第一次帶女生爬這個山 沒關係 我不會像小時候 在乎以前的事情 妳有問過他嗎 就是在乎目前就好了 我有問過啊 他還說... 我覺得我浪費大家太多時間了 對啊 麻煩... 有... 所有都是花店的VIP 來啦 七折 他在雲章不好練習講話 十年前就在包包裡 可是他就沒有送出去 他會把華藥文 每個人到就他到這樣 不錯啦 很好啊 你打敗大家得到這個話 恭喜...好棒... 好棒... 我們走向好甜蜜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現在應該是在計畫 下一次的驚險旅程吧 對 現在在計畫下... 不是 下一次的旅程 要驚險嗎 驚險 巴莉亞拉海溝嗎 對啊 他有驚險 徒手攀爬101之類的 那種事情 其實是想殺他 然後他來看 你可以去看那個 控制那一部電影 對 很多人都好看 家喻也是因為外景節目嗎 我其實外景有發生過很多 比較驚險的事情 但是都沒有到那個 要死的那一瞬間 然後我這其實是自己 就是在飯店裡面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要 就是差點遇到事情的時候 都是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妳住在十樓 對 我那時候是 就是高中的時候我去巴西 我們那時候因為是舞蹈班的 然後我去國際藝術節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那一天 我們平常就是沒有表演的時候 大家都會出去就是 算是就是觀光旅程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那天 就是自己身體不舒服 所以我就想說 我自己一個人在房間裡面 然後我們房間有一個平台 然後平台上面才是窗戶 然後那個窗戶比我還要高 就是我站起來是比我還要高 很大一面窗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就跪到那個平台上 然後我就從那個就是窗戶看底下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因為很高嘛 大概十幾層樓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就想要看一下那個風景的感覺 空景的感覺 然後我要開窗 然後打不開 因為那個窗戶 我那時候還不會開飯店那種氣密窗 然後我就想說 OK 好 沒打開 那我就這樣 我就跪著然後靠著它 結果我靠不到十秒鐘 那窗戶就... 整個打開 然後是...而且一開始這樣 90度這樣滑出去 所以我是跪在那裡 然後他一打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是整個人... 就這樣子 然後又回來了 而且我是跪著的 然後我想說 我差點掉下去耶 對 然後結果好險 因為我那時候我在想 我可能是武打科 我腰力還不錯 那時候 所以我是直接就反而回 腰拉桿回來這樣 手持不住就這樣 一直閃... 你熊有福東西嗎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是這樣子 然後我是這樣子靠在那裡 然後因為我那天心情不是太好 所以我是靠著 對 然後他是這樣 然後一這樣的時候 我是馬上都彈回來大概十秒 然後我發現 我的那個反射的神經也太好了 沒關係啊 真的掉下去的話 對 而且因為底下是車陣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個巴西蘭 他們走路 然後馬路 然後很多的車這樣來來回回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那是冥冥中有一股力量拉著我 還是我自己就是要力 就是把他的方向盤轉90度的那個力量 沒有 我講 謙遜你的愛人 還不希望你走在那裡 有可能 你們是有惹到人啊 沒有 我是有愛人的保護 應該是有救到人幫我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那個反射的速度也太快 快到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然後我還有一次是在夏威夷 然後也是是做...我做獨木舟 然後因為我們的攝影師跟... 就是我們超在 然後那獨木舟又帶了那個攝影機 所以他其實就是走出去的時候 已經很不穩了 然後結果到中間的時候 全部人都翻船了 然後全部人都掉到海裡面 結果你知道嗎 大家看到我的時候 大家覺得很好奇 因為我的就是海 其實只到我這而已 可是我頭是乾著的 因為我也是就在翻的瞬間 我就反射神經彈起來 然後我是站著落海的 對 對 所以頭沒有盡順利 可是妳站著落海 也不可能腳踩到... 因為剛剛好就是... 所以妳就沒有危險性啊 沒有危險性 可是我只是說 我反射神經真的很好 對... 這是什麼的 這是什麼的 妳說那個海的深度 只有到這裡 妳進了那麼久了 妳的比游泳池還要淺的小姐 沒有 就才剛剛出去 妳這個故事只是要講說 妳反射神經很好 妳再加強一遍而已 我以前看到她說 所以她跟貓一樣 反正妳怎麼丟她 她都會腳踩到地上背 妳是有種太極的能力是不是 我覺得我有耶 因為我也覺得 現在可能沒有 因為那是她二十幾歲的時候 然後現在我覺得三十歲的時候 妳站到X旁邊來 為什麼 妳要幹嘛 妳站她旁邊 請... 妳站她旁邊吧 不用怕... 妳這樣好了 妳這樣就不怕 她想要幹嘛 不是 因為以前我跟阿雅 都會玩這個遊戲啊 我OK 我沒有被推倒過 真的 真的 正常的走路就好了 妳走在我前面 妳不能有戒備心 這怎麼可能 好無聊喔 妳 不要玩這個遊戲啦 沒有 這是要測試 妳有沒有那種 返回來的力量啊 不要玩了啦 妳藏著一盞燈這樣 背對我們 背對你們 然後要幹嘛 怎麼會 那不是下去嗎 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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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把妳膝蓋嗎 還好嗎 弄不...妳還好嗎 怎麼弄不外 妳有真的弄不外 我真的弄她很硬耶 她很用力 她膝蓋這麼激硬嗎 沒有 她是滿用力的 而且她還穿高跟鞋 對啊 City 我就是一個很... 可能就是會武裝起來的人 可忠 可忠 妳現在有爬過山 應該也是很硬吧 妳去站下去 可忠 萬一我... 我玩下去怎麼辦 對 還有這樣好緊張喔 這可能要... 她有硬的 我不會用耶 對 妳要為什麼 鬆腳 要鬆腳啊 妳醒 妳再過來 出來... 出來 我們不是說Danson... 沒有準備就不會了吧 對啊 沒有準備就不會 因為汗臉的褲子 對 比較短嗎 沒有 找一個高低的來馬 只要高嘛 對 只要有戒備就不行 對啊 戒備跟男男的 對 所以不是聽說 妳還遇到過哪一個地方 在旅約的時候有遇到過什麼 毒品交易嗎 那個... 因為旅約不是有很多那個 貧民窟嗎 大大小小的貧民窟 好像有六百多個 然後每一個貧民窟 其實都會有 就是說有一些有黑幫 或是毒箱會佔據那邊 然後我們去... 它現在有一個 就是貧民窟的程序 你就可以進去觀光 可是你必須要很聽導遊的話 然後它會載你在車上 有些地點才可以下車 所以這是同一次行程嗎 沒有 這是第二次去巴西的時候 已經是外景節目了 對 已經是外景節目去了 長大了 對 長大了 然後我們去的那天 那個導遊就非常緊張 他就跟我們講說 因為這兩天是那個 旅約的毒品交易日 怎麼會有這種 就是... 還沒來放覺 這一種默契的運 他就說毒品運進來了 所以他們收到了毒品了 那他們這時候就是 可能毒箱跟毒箱 就是兩窟之間 可能會有流彈波及 他們有一條... 對 症症不好 對 長大了 對 長大了 而且導遊的消息還蠻良通的 對 然後可是 所以他就規定我們就是你 我叫你上車就上車 我叫你下車就下車 我叫你不要拍他就不要拍他 就是不准看那些旁邊的人這樣子 他們就覺得 就如果我們真的拍到什麼 那就很酷啊 對 所以但還是過去了這樣 真的拍到什麼 人家會饒你活口嗎 真的 我覺得在外景的時候 很多攝影師會為了 要拍到什麼東西冒險 我現在比較擔心 這個故事重點 又是人家開槍他骰過 不是 而且他就往後 趕快就撐住這樣 沒有... 沒有...這其實還好 這其實就是... 根本是無關吧 沒有... 沒有...這其實還好非常的... 沒有到驚險 但是我們自己有被嚇到一下下 因為我們就是反正就是 進去那個窟裡面之後 我們就看到遠遠的 就是有一個黑人 因為我們是慢慢的開車 我們車開很慢 然後在就是拍空景這樣子 然後這樣拍他的時候呢 你就看到有一個黑人 就站在那邊 然後他就開始 很開心的真的是 然後拿著槍 然後就這樣一直不停... 一直不停的那樣跳舞 然後就從我們的車這樣經過 然後他在經過我們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看著我們的 可是他手上拿槍 因為其實他沒拿槍 我們可能不會害怕 但是就看到他拿槍 也不知道是真槍還是假槍 然後他看起來就是有點 神志不清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一天 就是嚇到了 因為不知道他會對我們做什麼 有拿相機 也拿相機 拿那個DV 也拿DV 但突然就定住了 然後都不敢動 對 就是三秒鐘 Hero主兄強的做結尾 小蕙斯忍不出抱怨 但是我不知道原來 喝了酒以後很危險 高山震會非常好 那個時候我們大概四五千海拔 因為酒精的那個咖啡 因為降低我們鮮的海洋量 因為在那個狀態 大家還滿開心的 而且就覺得好像也沒事 他有問我說有沒有什麼 我說OK啊 意外都是在我們放鬆的時候 才發現 你在喜歡做結論 對啊 不是有問嗎 像我們只要去到中南美洲國家 我們晚上都不敢出門 他晚上都不敢 因為你真的隨時會被BANG 你都不知道 對 你遇到的事情 也是出外景的時候嗎 對啊 我這個是... 缺癢 但我是在青岡障高原 對 也是像... 去青岡障高原 應該準備好了 要面對高山震啊 對 可是因為剛好 那個時候我們去的地方是 就是他們大地震 所以整個區都沒有電 對 然後照理說 他們只要飯店旁邊 都會有那個供養的那個氧氣機 可是因為它沒有電 所以完全就停擺 對 然後那個時候是 晚上我跟導遊弟陪他們 就是小喝了一下 他說這當地的啤酒 你一定要喝 一定要試試看 但是我不知道 我知道原來喝了酒以後 很危險 很危險 高山震會非常好 那個時候我們大概四五千海拔的地方 然後我好像睡覺的時候 突然就是 睡到一半突然 起來 我呼吸中指 我吸不到氧氣 我怎麼吸 我都吸不到 然後我身邊又沒有任何的氧氣瓶 完全沒有 所以起碼身邊要準備氧氣瓶 對 一定要準備氧氣瓶 如果說... 而且好像個子高的人 比較容易高山震 我聽他們當地人跟我這樣講 那好像越健康的人 越容易得高山震 對 然後那時候趕快先拿手機 想要打電話 可是災區沒有收據 然後我們的導遊跟地培 他們是...他們也是救難隊 可是他們住在二樓 然後我那個時候等於是 怎麼吸都吸不到... 然後頭很痛 然後圍巾完全... 因為你沒有氧的時候 你是沒有力氣的 我是慢慢推開我們那個門 然後用爬的爬到二樓 然後我大概... 因為我們喝... 晚上在他房間喝酒 所以我大概知道 就是樓梯上來 右邊第二間 他半夜回飯店的客人 看到他不是嚇死了 對 那個時候 因為那一間飯店 都沒有人住了 看到他人家給他養氣 然後他就... 那時候一下子他還滾 然後樓上有人爬上來一下 所以你這個過程都沒有呼吸的 有呼吸 可是它是很吸的 吸不到東西 因為酒精跟那個咖啡 因為會降低我們身體的含氧量 你完全吸不到東西 可是會不會是你會幻想 你吸不到 其實有吸到一點點吧 一定是有吸到一點點 我才有辦法這樣 因為是有障礙 融合恐慌症在發作 我不知道耶 所以要拿那個紙袋這樣 對 不是要用紙袋 所以他去二樓 萬一你還敲錯房門這樣 沒有 因為... 你還進去發生一夜景嗎 對 我還是... 我就萬一沒有人開門怎麼辦 沒有 因為整棟好像只有我們住 因為災區根本沒有人要去 但我們是去拍攝 所以我們才會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去敲那個 然後那個地培一打開門 他就... 然後就把我拖進去 然後趕快給我灌養去 然後做人的呼吸這樣子 對啊 萬一他喝醉什麼的話 就... 因為他們其實他們都是專業素養 所以他們都有在一定的... 會在一定的警戒狀態 因為其實常常會有人 跟他們一起去災區 就是幫忙救災 然後就在那邊高山症 而且高山症是一輩子的 就是你可能在那邊就直接... 就掛掉了 就掛掉 就直接掛掉 然後腦袋缺氧 或者說整個腦死 對 會呆掉 會...對 整個會... 完全腦袋會燉掉 那他那天喝完酒 就不應該丟你一個人在房間 應該陪在你旁邊 因為在那個狀態 就是大家還滿開心 而且... 而且就覺得好像也沒事 他有問我說有沒有怎麼樣 我說OK啊 然後我就回到房間 結果沒想到晚上回來 對啊 意外都是在我們放鬆的時候 才會發生 你很喜歡做結論耶 對啊 每一個都不喜歡 他都跟我們來的slogan 來都是很健康的一個slogan 對 正面的 因為當健身教練的人 對 要可能知道很多健康事 你以前是救生員嗎 有 我有那個急救員的證照 海南南快 對 他每件事 他都要提醒受害者 你就要知道... 對... 有一個就是生前的是你嗎 對 生前的是我 那個好恐怖喔 超恐怖 你說下水之後... 對 因為我是去海南島玩 結果他說前幾天 那是男友帶你去的嗎 不是...是以前...很久以前 男朋友想說 怎麼他都可以活著回來 他很開心 悶冷啊 不是啦 是生前 然後他說前幾天下雨 如果你只要浮潛的話不行 看不到東西 你要去生一點 然後他就帶我在飯店游泳池 練習了40分鐘就讓我們去 你根本就沒有去上過課什麼的 沒有上過 就在飯店游泳池 就是沒有執照就可以下去的那種 對... 然後他就給我帶這個罩子嘛 然後下去之後 他這個罩子就鬆掉 然後我就忘記鼻子不能呼吸 我就鼻子呼吸之後 我嗆到文在很下面 而且下面很黑 因為之前下過雨 所以下面很黑 都看不清楚 所以你在生水用鼻子呼吸吸水進去 我就忘記吸水進去 因為你有含那個氧氣嗎 有含氧氣 可是已經緊急到 不知道要嘴巴呼吸 還是要鼻子呼吸 就忘記 就一直...一直嗆一直嗆 然後我就說這樣 我要上去... 然後他從很下面 把我帶到很上面去 那突然間上面 我真的嚇死...嚇死了 沒有 嗆死 那種那邊15米啦 15米 因為他的Discovery 他們那個就是沒有執照的 叫Discovery 就是任何海域 只要有執照的教練 都可以帶下去 都可以帶下去 那15米基本上 他急速上升是不會有那個 所以你在海底看到了什麼嗎 我覺得很恐怖 是因為很黑 然後我的朋友 大家要這麼近 我還看得到他 因為我之後去別的地方 浮淺是很漂亮... 深淺是很漂亮的 然後那次下面好黑 然後就... 我魚都要到... 這麼靠近我才這樣 然後在很遠的地方 看到一條很像豹紋的海蛇 咖啡色的 海蛇 所以那次真的嚇壞我 海蛇有的非常毒耶 我不知道 我就看到啊 我覺得在深海裡面 嗆到鼻子是最可怕的事 真的喔 我覺得會死在那邊 妳真的要看魚啊 妳去到雲泉大小旁邊 有很多水族街 妳知道 真的很多人 但是真的會嚇死耶 妳男友的臉也這麼近 才看到嗎 不是男友 是那時候跟我一起去的朋友 解釋了 所以上來只有 妳有很深那個教練的氣嗎 我就有點不相信他們 就覺得 為什麼這個會這樣打開 我還以為是...為什麼 這會不緊 應該都是要緊的啊 沒有 因為妳習慣 因為妳已經習慣 妳不習慣說只靠嘴巴 所以妳很容易這邊會漏氣 但一漏氣的話 她這個面罩就會翻起來 然後妳就會灌水進來 妳或者是妳不想用鼻孔吐了氣 她也會... 我覺得水裡遇到災難是最恐怖的 要怪就怪 妳根本就沒有上課 沒有拿到執照就去生前 對啦... 那直接有話的時候嗎 那妳做節目... 那妳做節目 那妳做節目 我們也是在天空遇到的 是 也是出外景的節目 跟誰 那時候是跟... 我們是一群人啦 一個出去玩的節目 然後反正就分組來賓 贏了之後才有這個權力 可以坐小飛機到天空去 那飛機就只有兩排 就駕駛副駕 後面再兩個人這樣 這是贏了的獎品 贏了的獎品 妳可以坐那些... 不是 然後那時候我跟瑪格麗特 贏了這個獎品 然後我們就還很開心 結果我去上那個飛機的時候 我說飛機的門應該是喔 很酷的那種... 沒有 它的門就一個把手這樣 就打開 然後很薄的門的感覺 就關起來 我飛到很高之後 那個駕駛就開始玩 他就玩了 故意把飛機拉很高 一推你就下去很快 其實這樣才有獎品的樂趣啊 對 很好玩 然後玩兩次之後 那駕駛就問瑪格麗特說 那妳要不要玩 瑪格麗特也就... 好啊 他就拉...拉很高 因為副駕駛座也有一個控制感 拉很高一推 所以又下去就很過癮 然後我也玩了一次 結果拉很高 然後降很快 都沒事喔 然後等到要回航了 那真的是在滿高的天空喔 要回航的時候 那駕駛突然間就說 妳有沒有要不要再玩最後一次 是 我就說 好啊... 然後我就... 駕駛是哪裡人 駕駛是那邊那個國家的人 那不在台灣 然後他就拉... 那次他拉很高... 拉到最高 然後我們的飛機 那種小的螺旋港飛機 都已經扯到這麼緊繃 他一推之後 飛機就整個這樣下去 所以我是直直直直直就看著海這樣 對 然後結果他推到我們 就速度到最快的時候 駕駛座艙門彈開來 彈開來 可是那個駕駛 他那個時候 他要把飛機拉上來 所以他根本沒有手去抓那個 你就看他自己的身體 就一直這樣過去然後拉 然後在旁邊我就傻了就是 怎麼會有這種狀況 這不是一個獎勵嗎 怎麼會... 然後最好笑是 坐駕駛後面的攝影師 他本來在拍 艙門彈開之後他就這樣 那到底他要不要拍啊 然後我也看到 重點是那個駕駛 一定一直在往外出去 然後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是攝影師從後面 因為那個只有兩個門 所以我們都是要把前面椅子 推倒才能上 所以那攝影師在後座 他是手從那個縫縫 去幫駕駛的門拉住 然後駕駛才卡在那邊 然後把飛機... 之後飛機還在往下 然後他再把飛機慢慢... 拉...拉到一個位置之後 這中間那個攝影師的臉超綠 因為他還很敬業 對 右手還在拍 然後我拍下去 這樣一隻手拉... 一隻手再不拍 然後他就很緊張 他一面拍一面還看我們 就是這個狀況 其實應該不拍 就用兩隻手去關門吧 可是其他兩隻手過不去 對 因為那個很窄的縫 然後拉... 等到飛機拉平之後 那架子就... 都拉平之後 他還就是看我們一下這樣 但是有一次我們在菲律賓的動物園 在旁邊一隻小老虎 然後這時候突然間 有一個工作人員就拉 這一隻母老虎經過 然後我在想他可能 因為我們在騎士團的小孩吧 然後他就突然間 暴蟲衝過來 結果我們還是吵架 結果我們攝影助理他的腳 翹上去撲那個力道一口 所以那個攝影助理 對 你知道降落的時候太刺激 因為降落的時候 那種飛機會震 所以那架子這樣子 自己還拉著他的門這樣 一路降落 那一刻我... 他門彈開那一刻我是... 因為那種小飛機 那一刻本來就有螺旋槳的拉聲 可是你突然那砰 那風聲就開始 然後很大聲 然後你飛機就在... 你會覺得他在失速的狀態 那個... 螺旋槳小飛機 不是很恐怖 我再也不要坐那個東西了 是因為駕駛自己玩太兇了對不對 對 他可能也沒有可能好他的飛機 我上去塞班島也是這樣 也是...他也是這樣兩邊 然後也是讓我自己玩這個拉 然後下去 然後我們是兩邊的那個窗戶 啪啪 飛掉 可是你飛掉那一瞬間 你說飛走了嗎 飛走 他是兩邊的窗戶飛走 而且那時候他會有一個風壓 對 他那個風壓 會一直灌進來 所以你根本... 而且你戴著耳罩 然後你又聽到外面螺旋槳的聲音 然後你又聽到 他在跟塔台對話 你那一瞬間你就覺得 看我在拍電影嗎 完了...要追機了... 那種時候腦中真的會閃過 那種就是是今天了嗎 就是今天了嘛 對 而且會想到自己就是錄節目 然後上新聞出一彎 什麼 然後到外面都會 不要一直... 我都不要移都已經想好了 對啊 好害怕喔 你寫的是老虎咬人嗎 老虎咬人 對啊 老虎咬人很可怕耶 對 那時候有一次 我們在菲律賓的動物園 然後我們就在訪問一隻小老虎 因為長得太可愛了 那小老虎就像貓一樣 然後就是奶瓶餵奶就很可愛 我們就去問牠 那小老虎幾歲啊什麼... 然後這時候突然間有一個 工作人員就拉著一隻母老虎經過 然後我在想 牠可能因為我們在欺負牠的小孩吧 然後牠就突然間暴衝衝過來 然後工作人員是拉著牠的 可是牠的力量太大了 牠就衝過來 因為我是正面向著牠 但是我們的攝影師跟攝影助理 是背向真的那隻老虎 所以牠等於說是 從攝影師的背面這樣衝過來 然後就叫牠們閃開 結果我們攝影助理 然後牠就朝著牠的腳 跳上去 撲上去 咬了一口 他說人去咬老虎都這樣 老虎咬了 人去咬... 我們是不是提到牠 然後人去咬牠的腳 對... 這攝影助理也太感人弱 就老咬牠 結果有沒有很嚴重啊 對 真的被咬 真的 而且我們攝影師 因為那時候情景就轉頭過去 還拍了嗎 還拍到一點點 那老虎抱蟲過來的畫面 牠有拍到 有露骨嗎 咬到是有露出骨頭嗎 沒有 只是有流血 好可怕喔 所以那個攝影助理 救了你一命耶 對 然後我在想 如果背對的是我就是我啦 搞不好是我把牠拉過來 所以你面對牠 所以你應該是跑最快的啊 對啊 因為牠們擋在我前面啊 等於說老虎是從牠們的背後 蟲過來 天啊 因為牠... 因為這個攝住是不是拿到那個蹦 對 牠拿著蹦 重點是牠拿著蹦 牠一定要對著我 而且那個動物 因為我們拍動物 就是會發現 其實像老虎 鱷魚啊 牠們很怕那個收音的貓貓的那個 對 牠們會覺得是武器 牠覺得那個是武器 或者是說會是其他動物要去攻擊 所以牠會專咬那個... 蹦桑 阿蹦的 對 牠會專門咬牠 經歷真的多到 因為我跟牠私下很好 然後牠常常跟我講牠的經歷 我覺得牠能活到現在是奇蹟 牠有時候出外景 睡在牠說 牠被蟑螂爬滿全身 到牠醒來這樣 在什麼地方會有... 非洲啦 因為我們其實製作費不高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住到歐洲人 在非洲開的飯店 所以我們通常都住在 非洲人的民宿 每天早上 我蚊帳也弄好好的 都已經全部都把...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 蟑螂可以爬進來 為什麼每天早上都被蟑螂爬醒 而且非洲蟑螂這麼大隻 牠會咬你嗎 牠...我不知道牠有沒有咬我 可是我就是... 因為我會癢啊 就醒來 我每天早上都會爬進去 我說不對啊 那我就... 反正因為最後一天了 因為我們要換地方住 然後我就把那個蚊帳拆掉啊 然後把我自己鋪的T恤抖一抖 然後說不對 我們聽到嘶...的聲音 我就把那個床墊一掀開 然後我還... 下面全部都是蟑螂在爬 比如說我睡在那個蟑螂上面 睡得快一個禮拜 是會...也會飛嗎 那蟑螂 我沒有發現牠會不會飛耶 但牠就是串的這樣 下面 所以你... 你是受購的外景節目 才要往視劇去順發 其實我真的還... 因為其實現在... 今年滿30嘛 然後開始跟老哥一起拍戲 回到家發現 為什麼 你在往前面說老 我媽... 你幹嘛攻擊你媽啊 沒有 牠說... 我感覺到媽媽... 媽媽整集都看得很感動 等一下說媽媽的肚子 我不是說一個很重的一件 就是你會... 對 媽媽已經... 但牠白頭髮真的變多了 然後... 沒有 我教我媽媽 對... 所以你要為了她好好照顧自己 因為她每次都還是這麼擔心 我就覺得其實我是不是不應該... 讓她稍微放心一下 對 結果去拍戲 就是一大堆吊鋼蟲 然後就... 跳水啊 跳樓的戲 大難不死一定是... 很有福氣的人嘛 然後國超兄可以去把頭髮染掉 好 歡迎各位下次再來玩喔 謝謝